大家好 今天Andy要来跟各位讲解的是龙腾第二册 第十一课A Monument to Love 爱情的纪念碑 那这个课文里面最主要的要讨论到 印度一个非常普复盛名的观光圣地 它现在也被列为世界新十大奇景之一 那个就是太极马哈林 我们看到这么漂亮的建筑物 其实它背后有一个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 那么我们就直接来讲讲我们这课的课文 一开始它说 Only let this teardrop this touch my hole Glism spotlessly bright on the cheek of time forever and ever 各位一开始有没有看到两个很重要的标点符号 这两个标点符号很多同学都不把它当做一回事 其实这个标点符号是很重要的 这种引号表示直接从某个人讲的一句话里面 把它引出来一字不漏的 也就是说你不能去改它的 这个呢 Andy常常跟同学在上课中呢 常常跟同学提醒 这个引号就像是一个录音机一样 你拿一个录音机 你讲句话 你把它录起来 那录起来里面的内容就不会变 对不对 不管十年后 二十年之后 你再把它放出来一次 再把这一段录音播放一次 它一个字都不会改变 甚至里面用的时态啦 里面用的比喻啦 各个方面都不会改变的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引号里头的内容 把它当成就是录音机里面所录出来的内容 所以它这句话是谁讲的呢 等一下我们再 先卖个关子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看 好 接下来它这句话怎么说呢 Only let this one tear drop this touch my whole glisten spotlessly bright 我们先看到这里 Only就是仅仅 或者是旧的意思 然后就Only这个复识简单 那重点呢在这边呢 这个重点其实同学应该清楚了 叫做let this touch let this one tear drop let这个字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所谓的实义动词 我们中文翻成 所谓的让 好 所以呢这个句子呢 来我们稍微看一下 所以呢 let这个是一个实义动词 所以我们通常后面接一个受词 受词后面呢会有一个圆形动词 那因为let是受实义动词的关系 好 所以呢这边呢 我们看一下它说呢 就让这一滴眼泪 这一滴泪珠 teardrop 指的是泪珠的意思 好 就让这一只颗泪珠怎么样呢 来我们来往下看 这一颗泪珠呢 Glisten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个Glisten在这边 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圆形动词 在这边呢 因为呢前面的let这个实义动词 所以呢这个Glisten这边呢 用的是圆形动词 要不然否则 一滴泪珠应该是第三人称单数 我们这边原本应该要加s的 对不对 那就是因为呢这个let实义动词的关系 所以这个Glisten闪耀这个动词 我们在这边呢就不加任何的s 就让这一滴泪珠 闪耀 无瑕的闪耀 Spotlessly 这个spot原本是有一点一点的 我们知道呢有很多的那个珠宝啊 它是强调它的纯净 如果呢它有一些所谓的污点啊 或者所谓的刮痕啊 它就在 它的价值可能就会折扣 打了很多的折扣 那这边的spot 注意后面加上一个less spotless 这就是呢一点 一点瑕疵都没有的 加上ly之后变成一个副词 所以呢就让这一滴泪珠呢 无瑕地闪耀在 怎么样的闪耀呢 bright 这边的bright这个字呢 在这边其实呢它是一个副词 而它比较少当副词使用 那这边呢因为是诗的关系 诗人呢把它当成一个副词来使用 在这边呢我们可以把它等于另外一个副词 就是brightly就是明亮的 无瑕地明亮地闪耀在什么地方呢 on the cheek of time on the cheek the cheek cheek指的是脸颊 什么人的脸颊呢 时间 诶但是时间不是人啊 对不对 所以呢这边就是呢 我们中文也很常用的叫拟人法 就是呢把time 时间当成是 当成是那个一个人 然后呢把这个touch mahon呢 当成是一滴泪珠 从了一个人的脸颊 这样滚了下来 好然后呢在这个时间的脸颊上面呢 无瑕地明亮地闪耀着 直到永远 forever and ever forever and ever 这就是我们蛮常用的 就是永永远远 就是一直下去的意思 好那这句呢 最后美安顶要跟同学在 特别强调的是 来这边有个很重要的用法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叫做 同位语的用法 同位语呢怎么用呢 各位有没有发现这teardrop 在这边呢它是一个形容词 它是一个名词 对不对我们通常呢这个同位语 什么叫同位语 来 Andy这边帮同学补充一下 这个文法的观念呢叫做同位语 那同位语呢我们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 同位就是地位相同 好那地位相同呢 这边相同是跟谁相同的 是跟前面的这个名词相同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边同位语呢 this taj mahal 指的就是这一座太极马哈林 就像是一滴泪珠 所以呢这一滴泪珠指的是谁呢 不是指真正女孩子 脸颊上的泪珠 而指的是太极马哈林 有一个人把这个太极马哈林呢 把它比喻做呢是一滴泪珠 这一滴泪珠呢是留在 是从呢时间的脸颊上面滚下来的泪珠 好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用两个斗脸 各位同学看到了吗 这边有两个斗脸 这两个斗脸中间夹了一个名词 用来说明前面这个teardrop 那这个地位相同 那么我们就叫做所谓的同位语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句 他说this was the way that the Indian poet Tagore praised India's famous monument the Taj Mahal this was the way 诶这个就是那个方式 来各位我们看到the way that的用法 这也是一个很常用的用法 我们这边呢做一个整理 来我们说呢 this is the way was this is或是this was都可以 那这边的the way值就是 后面呢通常会加上一个that 再加上主词再加上动词 那特别要注意到的是这个that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省略掉 那这边呢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 什么什么的方式 因为这个way呢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方式的意思 的方式 那特别注意到这个the way呢 我们还可以等于哪一个用法呢 可以等于how再加上所谓的主词 再加上动词 那这边要特别提醒同学的是 这个the way绝对不可以跟how搭配在一起使用 the way后面接that 或者是the way后面 就是the way后面接that 或者是the way that可以等于how这个连接词 绝对不可以写成the way后的用法 好这个特别特别要提醒同学的 所以呢这就是那个方式 什么的方式呢 好这边呢用一个子句 来说明前面这个方式的内容 这个方法是什么样的方法 什么样的方式呢 这就是印度诗人 indian poet poet是诗人的意思 讲到诗人 那我们再复习几个字 我们知道这poet呢 是诗人 对不对 然后呢poem 指的就是诗 一首诗 两首诗的诗 我们中文呢 这边是可以数的 好那还有另外一个呢 是poetry 那poetry呢 这个字呢 它是一个名词 我们中文呢 翻成诗集 那诗集呢 它是一个所谓集合名词 是不可数的名词 所以同学呢 特别要注意到的 所以呢 你可以在旁边写一首诗 叫做apom 或者是two poems OK 好那特别要注意到 就是这个地方 好那接下来呢 它说这就是呢 印度诗人泰戈尔 称赞 这个印度著名的 纪念碑的方式 好那这个纪念碑 是什么的纪念碑呢 就是the touch mahal 那各位没看到 前面还是有一个斗脸 这个斗脸也是一样 同样的功用 因为它后面句子已经结束了 所以它没有用前后 用两个斗脸 这边也是一个同位语 这个同位语呢 这个 tach mahal 在讲谁呢 那就是指的 就是前面的 所谓的什么呢 就是指的前面的 这个famous monument 著名的纪念碑 好那泰戈尔是谁呢 泰戈尔呢 是一个印度 非常有名的诗人 来我们来看看 泰戈尔的样子 各位 这个就是泰戈尔 哇 你服很有哲理 你看眼睛 那个眼神呢 非常的深色 对不对 感觉起来 就非常有智慧的感觉 好那泰戈尔呢 他是一个印度诗人 他很有名的 他出了几本很有名的诗集 其中印度有印象了 一个叫飘鸟集 同学要是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自己呢 上网去找一找 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 继续往下看 他说 他说呢 之前 他用来称赞 这个著名的 这个纪念 Beta-Chimahal的方式呢 就是用第一句 这个在诗里头 来称赞 这个泰戈尔马哈林 跟他背后的 那个清美的爱情故事 他把泰戈尔马哈林呢 比喻成了 是一滴 时间脸颊上面的泪珠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但是呢 this was also 这也是 the poet's side 在这边呢 当作名词 指的是叹息的意思 这也是诗人的叹息 什么时候诗人会有这样子的叹息呢 when当什么什么时候 这就是一个时间复词子句 当他呢 一想到 thought of 那个thought of 就是think of的过去式 当他想到呢 这个johan这个国王 这个皇帝呢 还有他呢 怎么样呢 lasting 这个lasting 指的是不朽的 持续很久的爱情故事 好 这个爱呢 对谁的爱呢 对他太太的爱 那这个lasting呢 Andy要特别提醒同学一下 这个lasting 其实是从动词last 所衍生过来的 那这个last的原本的意思当作动词呢 叫做持续的意思 好 例如Andy 静江当中呢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电池 那个电池呢 它持续力呢 比别人都还要来得久 last longer 那这个好的电池呢 它可以持续的比较久 所以这个last呢 可以当作持续的意思 那我们课本里面呢 这个字呢 lasting 就是在last的后面呢 加上一个所谓的ing 变成一个分词 当作形容词来看 所以我们中文可以持续很久的 那么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 所谓的不朽的 lasting 好 那last这个字呢 同学大概最常用 就是它当作另外一个形容词的时候 就是上一个 好 例如说我们说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英文怎么说呢 同学现在都知道 叫做last night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们说呢 它是最后一个 the last one 好 所以这个last呢 可以当作上一个 最后一个 好 所以这边呢 Indy呢 对这个last这个字呢 跟各位呢 做一个小小的补充 所以呢 这也是诗人的叹息 什么时候呢 他会发出这样子的叹息呢 当他想到了 Johan国王跟他的爱 对谁的爱呢 对他太太 那个不朽的爱的时候 他会呢 做出这样子的叹息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段 好 谢谢大家